放假不能出軟門 又不用那麼傷心 早上先做一碗正得爆的牛腩雲吞麵 再加多碟超級有鑊氣的豬肉芽菜炒粉 就非常好 十幾二十雞一樣可以跟女兒吃得很開心 再打包兩肉包 中飯也解決了 所以做人知足常樂 正所謂鹹魚白菜都很好味 就是這個意思 見到這麼漂亮的鴨 女兒又想帶她回家 青頭鴨除了做紫蘇鴨或者啤酒鴨之外 做豆豉鴨也是一流 世史看過外來媳婦本地狼 都知道豆豉鴨是嬌姐的拿手菜 我一直都很好奇究竟豆豉鴨怎麼做才好吃 做了這麼多年鴨之後 終於學懂了豆豉鴨的做法 今天就分享給大家 首先留兩個肥瘦式中國鴨腿 想鴨上色得英俊 學中國話說 用你充滿智慧和財富的手 用老抽將鴨腿塗抹均勻 做豆豉鴨當然不少得從小吃到大的陽光豆豉 媽媽說我小時候做嬰兒的時候 因為沒有豬肉煲粥就用豆豉來煲 煲出來的豆豉粥我一樣吃到好滋味 所以大了之後生到黑漆漆 好像豆豉一樣 稍微用水匆匆灰塵就OK 開了中火先將鴨煎 煎過鴨肉吃到夠香又不會油膩 好像滷我一樣滷七七四的九下 又有粉絲會問為什麼不將鴨斬了才來炒呢 整塊這樣滷是可以最大程度保持鴨的原汁原味 而且鴨肉沒那麼柴 很多朋友會問豆豉鴨和豆豉鵝有什麼區別 兩個做法是一樣的 首先鴨給鵝的價格就親民很多 買一隻鵝的價錢通常都可以買到兩隻鴨 鴨肉除了有營養 還可以除濕解毒滋陰養胃 所以我們家通常都是冬天吃鵝 夏天吃鴨 除了煮菜還可以煲冬瓜湯 煎到兩邊金黃出油就可以了 把鴨撥到一邊 把薑片和蒜粒倒進去 稍微煎香後放豆豉 喜歡吃豆豉可以放多一點 同樣是用中火慢慢炒出豆豉和薑的香味 用鴨油炒過豆豉吃起來都特別香 炒到豆豉差不多焦 我們就倒兩碗水 三分之一碗頭抽 豆豉本身已經很鹹就沒有再放鹽 然後放一塊八二年的陳皮 還有一塊冰糖中和豆豉的鹹味 這樣熬出來的豆豉汁 鹹得有一點點回甘 吸蓋小火焗15分鐘 然後開蓋放一點高度白酒 再焗15分鐘 焗了半個小時後 鴨開始收汁 一開蓋全屋都是豆豉的香味 如果家人少就不需要斬 一人一個鴨腿就超級正 把燜好的鴨撈起來 剩下的精華汁水和豆豉千萬不要倒掉 看起來好像鮑魚的薑片和陳皮夾走不要 炆軟的蒜頭和豆豉就超級入味 真的沒有菜都可以拌三碗飯 多出來的鴨肉可以撈起來炒青菜 一個正到悲的靈魂豆豉汁就搞定了 通常等不到攤凍就已經開始斬 斬的時候可以聞到很濃郁的肉香味 做豆豉鴨和做白切雞就不同 白切雞要剛剛熟 做鴨骨頭也要熟透 最後把豆豉汁和豆豉全部鋪上去 一個吃起來鹹香鮮的豆豉鴨就搞定了 學會之後老闆一定加你兩塊水人工 看上去表皮色澤金黃又人 聞你身豆豉和鴨的香味非常濃郁 不用問阿桂都知道好好味 越咬鴨肉就越香 說真的一句就好吃的豆豉鵝 因為鴨肉相對沒有那麼硬 比起燒鵝又更加入味不上火 所以這個菜可以成為招牌菜是有原因的 有鴨鴨鴨豆豉花一點點心思就可以做出來 一塊豆豉鴨加一點豆豉都可以吃一碗飯 真是一個超級開胃的菜 如果吃不完隔餐就更加入味 女兒就吃到停不了手 如果你小時候很想吃這道菜 就快點試試做 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我是小米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點個讚